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近日发出公司内部信,对员工信息喊话,强调台积电不再只是台湾的台积电,而是世界的台积电,探望全球逾七万名台积人能够好好说真话,用尊重、包容的方式进行有效沟通。 台积电对此回应称,这是公司内部多元、公平与共融第一系列活动之一。台积公司作为全球性的企业,致力推动一个多元、公平且共融的环境,透过开放、聚同理心且多元的沟通方式,为全球员工塑造更好的工作体验。 据经济日报报道称,外界解读认为,魏哲嘉这封员工信除了打气鼓励员工诚信第一之外,并重申延续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一直以来的信念与原则,要让台积电成为世界的台积电。 魏哲嘉在内部信中提到,经历去年去库存化的影响后,台积电今年上半年在营运缔缔缀的成果,客户也给予公司高度肯定,感谢来自全球与7万多名台积同仁共同努力。 魏哲嘉指出,随着公司全球拓展,公司不再只是台湾的台积电,而是世界的台积电,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台积电要营造一个多元、平等且共荣的环境,并成为一间真正令人羡慕、尊敬及喜爱的公司。 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已做到令人羡慕,但在尊敬与喜爱,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其免随台积人的国籍、语言及文化背景越来越多元,应该采更多同理、更多尊重与更多包容的有效沟通方式。 说真话的同时,态度与方式也要顾及对方的感受、接受讯息的有效程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影响效率与执行力。 台积电先前在ESG年报强调,重视对员工的承诺,深植以人为本,开放沟通的企业文化,致力推动多元与共荣的职场环境,营造可持续学习,安全且有乐趣的工作氛围,并提供优质的薪酬与福利,努力成为员工引以为傲的公司。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8月的营收公布显示,当月营收为新台币2508.66亿元,较7月环比减少2.4%,较2023年同期增长33%,达到了单月历史次高记录。 累计,2024年,前8个月,营收达新台币1.7739兆元,较2023年同期增长30.8%。 根据台积电上一季法说会预计,今年第三季度,以美元计算的营收约为224至232亿美元,较第二季度,环比增加7.5%至11%,以中位数推算,较第二季度,环比增加9.5%。较2023年同期,将增长32%。 并外,如果以1美元对新台币32.5元汇率基础计算,台积电三季度新台币营收约7280至7540亿元,毛利率约为53.5%至55.5。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苹果iPhone16系列的发表,其所搭载的A18与A18Pro处理器将带动台积电300米制程的出货。 随后,将于四季度推出的联发科天机9400,高通骁龙8Z4也都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代工。 此外,英特尔近日宣布,取消以Intel 20A制程生产AeroLake处理器,相关核心的代工可能都将交由台积电代工。 其中,相关运算核心预计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 这也意味着台积电三季度和四季度的业绩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特别是对于三奈米制程来说,虽然今年二季度的营收占比为15%,但预计四季度将会突破20%以上的水平。 根据预计,受益于三奈米制程需求火爆。 台积电四季度美元营收预计将超预期,全年业绩增长有望由之前预估的26%至29%,上调为31%至34%。 另外分析师预计,第三季度台积电的营收将同比增长37%,延续去年以来的复苏势头。 台积电如今既是苹果iPhone主处理器的主要制造商,也是辉达的晶片制造商, 它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其高效能运算业务。 这部分业务主要是由人工智慧需求驱动的。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今年新款iPhone 16,这款手机的最大卖点在于人工智慧功能。 BI分析师Charles Shum指出,苹果在iPhone 16和iPhone 16 Pro上采用WiFi 7技术, 应该会提振对台积电N6节点7奈米和N4节点5奈米工艺的需求。 此外,苹果A18和A18Pro处理器的效能提升符合外界的预期, 加强了台积电N3E节点销售增长的积极前景。 此前,台积电在上一份财报中对自己的业务和前景做出了乐观的评估。 今年7月,台积电将其全年增长预期上调至25%以上,超出了此前指引的上限。 伴随着市场的改善,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正在领导一项重大的全球扩张计划。 该公司在亚利桑纳州的一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 并正在考虑在日本建立第三家静元厂。 几周前,其耗资110欧元的德国工厂已破土动工。 尽管9月的报告只反映了此前一个月的情况, 但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人们对人工智慧需求的担忧。 9月初,由于人工智慧巨头汇大公布的季度收益未能达到最高预期, 其市值下跌了约2790亿美元, 创下美股史上单日市值最大下跌, 整整一周,汇大市值共计蒸发了约4000亿美元。 这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例如,市场是否高估了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需求的持久性。 而台积电的阅读报告位给了投资者一颗定性丸。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股市9月中上旬, 三大股指全线飘红,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零涨, 涨幅达到2.17%, 创下自8月中旬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分别上涨了1.07%和0.31%。 这家全球领先的汇图处理器制造商辉达股价净升8.15%, 市值一夜之间激增2161亿美元, 创下近6周来最大单日涨幅, 推动纳斯达克指数由跌转涨至2.17%。 今年以来, 辉达股价已实现翻番, 较去年涨幅更是高达239%。 此次股价上涨背后, 是市场对辉达最新一代, BI晶片, Blackwell强劲需求的热烈反应。 在高盛集团的一次会议上,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透露, 辉达可以器用台积电。 Blackwell晶片供不应求的情况, 引发了部分客户的不满。 黄仁勋在的这次会议讲话中, 再次强调了客户需求旺盛, 以及公司在确保供应方面的努力, 旨在缓解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 黄仁勋还称辉达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 他们的公司与当今世界上的每一家AI公司都有合作, 每个人都指望他们。 黄仁勋还夸赞了自家辉达产品对客户的高回报, 称云端运算公司在辉达基础设施上花费的每一美元, 都可以转化为公司5美元的租金。 此前有消息称, 辉达下一代, Blackwell加速器将不会像黄仁勋之前承诺的那样, 在2024年下半年出货。 不过, 在这次与高盛的Toshiya Horry交谈时, 黄仁勋重申, Blackwell晶片已经在全面生产, 并将在第四季度开始出货。 晶片需求是如此之大, 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拿到晶片, 每个人都想拿到最多的晶片。 现在可能有更多客户心里有情绪, 这是理所当然的。 客户关系紧张, 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满足需求。 对于备受关注的Blackwell架构晶片, 黄仁勋表示, Blackwell晶片需求强劲, 供应商的生产正在迎头赶上。 黄仁勋进一步表示, 台积电的灵活性和应对他们需求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 辉达让他们来生产晶片, 因为他们十分出色。 台积电在晶片代工方面遥遥领先, 但如果必要的话, 辉达可以把订单转给其他供应商, 因此, 辉达有可能会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 并考虑与其他晶片制造商合作以满足市场需求。 他想要, 尽管公司目前主要依赖台积电进行晶片制造, 但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辉达有能力将订单转移到其他供应商手中, 尽管这样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越有下降。 在谈及AI领域的巨额投资时, 黄仁勋指出, 企业必须接受加速运算的趋势, 因为辉达的技术不仅提升了传统数据处理效率, 还开拓了人工智慧领域的全新应用。 最后, 他还强调, 尽管台积电是其首选合作伙伴, 但如果地缘因素威胁到供应链安全, 辉达也有能力调整策略。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